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像在國外他們都是 日本或是美國 他們都是從劇場慢慢磨起來 然後才進入電視演藝圈這種東西 但台灣好像就真的就是完全斷裂 就是你電視演藝圈就從電視演藝圈發展 但小劇場的東西 或者是現場喜劇的東西 你就不要想要跨到這邊來 就是因為以前 比方說像美國他們是 比方在小劇場弄起來脫口秀 很厲害 然後慢慢進入電視圈 或是日本 他們先在就是基本行業 或是那些在小劇場 哦很厲害 然後把你挖掘起來 然後去電視節目當藝人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通路 但我們台灣這邊好像就是 這是完全一刀兩斷 就是電視圈然後上去 然後小劇場這邊發展 他不會有說小劇場 哦你很好 然後就直接有一條路上去 好像沒有這樣子 因為你現在自己經營二三 comedy 算是你也會想到這個狀況對不對 我也會想到 我也會希望能夠打通 就是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OK 你在這邊做的好 然後就有機會可能變成 某個電視節目的主持 雖然電視節目現在慢慢視為 但是我還是希望 兩邊能夠有流通的機會 對啊 那你們有想過二三 去買個那個電視頻道 之類的未來長遠打算 長遠打算 等一下二三有沒有這麼賺錢 看起來人很多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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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open mic都 都爆滿耶 而且你們場地這麼大 其實沒有耶 在四家 二三其實有跟說喜劇還有音樂 還有其他東西合作 其實喜劇是最不賺錢的 真的喔 可是每次都滿場耶 滿場還不會賺的 而且不便宜 那個open mic不便宜 只有博恩的場吧 只有博恩的場 可是博恩每個禮拜都一次啊 對 可是 然後剩下六天就是困難 對一個禮拜有七天 對 沒有沒有 打開會場也很多 還是凱莉你覺得說 我去的時候人也很多啊 對 為什麼我去的時候也很多 對 可是凱莉很少去啊 對 沒有凱莉還是有去 凱莉還是有去 我都有在去 喔 你都沒有來看 她很加緊的練習 對啊 人感覺快不行了 就是臨時爆佛腳 就是喔 大趕快到了 突然發現凱莉突然很常來說 凱莉是不是什麼表演 而且我都在被酸耶 我每次去 他們都說 哟 最近為什麼演出啊 我想說 所以大家知道了齁 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凱莉準備要演出的時候 就去那種便宜的場就可以看到她 但凱莉很認真 真的 凱莉在後台超認真 我自己覺得 上台就不認真 上台就很放鬆 對不對 沒關係我不care 來我們休息一下 但我很好奇 而且你們就是找節目來賓 會有就是某一個最的底線嗎 就是比方說 哪種人絕對不會找 會到這種 還是你們是 我希望 就是大開大 可以溝通的 不會太無聊 對 所以主要還是我們有沒有興趣 所以你說道德底線嗎 對 算沒有 算沒有 所以習近平來 如果他願意溝通 幹 廢話 一定訪 一定來 幹 習近平 習近平 把他抓在這裡 都不回我話 我也給他做 習近平他的腳要放在我的臉上 我都ok 我都ok 我就點 我就點他 他在這裡一直講 就坐在這 就說 所以你說 台灣是頭鬼部分 幹 這超好笑 好肥喔 幹